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说我成故事 今天就和大家讲一讲 李玉门灵龟杀人事件 传说在1962年某天的中午时段 李玉门石矿墙的工人突然之间 发现了一只绿海龟 躺在天后宫后的沙滩上面 绿海龟大约有400磅重 头部和背部都被硬物撞击和割的伤痕 海龟被发现后吸引了大批村民到场 臭热闹吃花生 但是大部分人都不敢接近海龟 突然之间人群里面有个大汗 举起了一块蓝球那么大的石头 朝着海龟的头部一下子扔下去 当场海龟就证实死了 第二天中午石矿墙进行爆石工作的时候 突然之间传来警暴 原来工作过程中发生了意外 工人听到警暴之后 就逃到安全的地方暂备 爆炸声过后 一名工人被意外的碎石击中了头部 送完之后 证实不致 说到这里 可能大家都猜到 这个死了的工人 就是前一天 杀死海龟的工人 没错 这次工业意外的死者 就是之前在天后宫后 杀死海龟的兇手 发生这件事之后 轰动了整个里玥门村 不少村民都说 这个人得到的是因果报应 亦都认为海龟实际为海中的灵龟 而由这件事可以看到 我们一定要对万物都要有善心 对动物而言 可以不爱 但是不要去伤害它们